工作室内一名男子正在不停抱怨今天在工作上的遭遇 可身边的金发美女对这一切并不感兴趣 他反而让男子脱掉了外套 然后为他戴上了手铐 随后把一个皮质工具套在了他的脑袋上 最后用一个皮鞭不停地抽打男人 可就在第二天一早巡逻的警察在一处小巷发现了男人的尸体 通过钱包中的证件可以看出死者叫理查德 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地区经理 钱包中的钱并没有丢失 所以初步可以排除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在理查德身上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外伤 反而指甲修剪得十分整齐 甚至在手指上还发现了激光退毛手术留下的痕迹 显然死者是一个非常注重外表的人 摩根在脸上找到了一些划痕 可这些划痕处并没有流血的痕迹 这应该是凶手在开车时候丢弃尸体造成的 遗憾的是昨晚刚刚下过一场大雨 现场所有的痕迹都被冲刷干净了 这对于调查取证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可当尸体被运回法医办公室的时候 所有人都被震惊到了 在死者身上发现了数十处鞭子抽打的痕迹 同时摩根也确定了理查德的死亡原因就是窒息 还在脖子上发现了一处非常宽的勒痕 他初步判断理查德窒息的原因就是这处勒痕造成的 摩根认为这很可能是一场激情犯罪 一旁的助手听后拿来了紫光灯想要检测体验 可在紫光灯的照射下找到了更多鞭子留下的痕迹 这些鞭子抽打的痕迹都非常浅 说明打他的人有很强的自控力 摩根现在怀疑理查德是一个典型的受孽狂 可理查德的妻子很快否认了摩根的推断 他说丈夫是一个在工作上很强势的男人 有无数人盯上了他的位置 所以他在工作上时刻都保持警惕不敢有任何松懈 甚至对他和孩子都这样 也正是这个原因差点毁掉了他们的婚姻 在这期间丈夫接受过很多心理治疗都没有用 直到他遇到了一个叫佩恩的失孽治疗师 是他重新让丈夫回归了正常生活 随后在妻子的指引下两人来到了佩恩的治疗工作室 佩恩说理查德在这里接受治疗已经两年时间了 而他最后一次见理查德是在昨天晚上九点钟 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帮助客户释放他们的痛苦 但出于保密协议他不能透露客户治疗的具体内容 不过他可以确定昨晚理查德离开的时候并无大碍 乔姐则趁机会对工作室进行了仔细打压 发现了一个用滑轮系统制作的皮带 摩根经过检查皮带的宽度和理查德脖子上的勒痕吻合 很快乔姐以嫌疑人的身份把佩恩带回了警局 可佩恩一直声称理查德在十点钟就离开了 在这之后他一直在为其他客户进行治疗 但出于保密协议他不能对乔姐透露客户的信息 乔姐见状拿出了受害者理查德的照片 佩恩承认理查德身上的伤痕全都是他造成的 但对于皮带造成理查德窒息的原因 他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因为理查德在这里接受治疗已经两年了 在这两年的治疗中导致理查德颈部肌肉远比常人宽厚 在他看来理查德是被自己的身体强行停止呼吸的 以他的专业水平来看理查德是被电死的 诊讯室外的摩根也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理查德确实是被电死的 之所以没有在他身上发现灼烧的痕迹 是因为理查德持续被低度通电 这会迫使他的横隔膜卡住最后造成窒息的现象 随后乔姐带着搭档再次返回了抛尸现场 对附近街区的所有下水道进行了排查 在一个黑色塑料袋中找到了一根电击棒 此时的摩根对受害者的细胞进行了检查 确实发现了电击的痕迹 没有错他带着失落的心情回到了家中 发现自己的儿子亚伯正在和前妻约会 无处可去的摩根最后来到了佩恩的工作室 在两百多年时间中摩根体验过很多死亡和疼痛 但唯独没有体验过被电击的感觉 随后在他的要求下佩恩把他靠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佩恩发现自己的电击棒失踪不见了 与此同时门外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来人正是乔姐和他的搭档 他们刚刚对下水道中找到的电击棒进行了检查 在上面提取到了佩恩的指纹 却意外撞见了被靠起来的摩根 乔姐被惊得顿时张大了嘴巴 而摩根此时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随后他们把嫌疑人佩恩再次带回了审讯室 可他的回答和之前的一模一样 不过这次乔姐详细调查了一下佩恩的身份 发现他在多年前和一位客户发生过暧昧的关系 在这之后佩恩提出了分手 最后这位客户居然跳楼自杀了 但摩根还是不相信佩恩就是杀人凶手 他们现在已经确定理查德遇害时间为晚上11点 只要佩恩说出当晚10点钟接待客户的名字 就可以洗刷他的嫌疑 可佩恩表示之前就是因为他没有遵守职业道德 才会导致他的那名客户跳楼自杀 他发誓不会再做任何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 没办法乔姐只能带着搜查令对佩恩的工作室进行了搜查 在中途乔姐收到了搭档打来的电话 意外发现手机受到了某种东西的干扰 经过搜查在一个雕像下发现了一个警用标准的窃听器 通过上面的序列号找到了一个叫乔治的退休警察 他在2002年5月份将这个窃听器从警局借出一直没有归还 现在他退休后做起了一名私家侦探 乔治说他可以说出是谁雇佣他监听了佩恩 但同时他也知道非法窃听的判刑是很重的 只要警方答应不去追究他这个责任他就愿意配合 乔姐没有丝毫由于就答应了下来 乔治说雇佣他监听佩恩的人就是理查德的妻子 因为他怀疑丈夫和治疗师佩恩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 随后当着摩根的面说治疗师佩恩生活不检点 这顿时让摩根愤怒不已 因为在最近接触的一段时间他发现佩恩并不是这样的人 他当即给了乔治狠狠一拳 在经历这个小插曲后 乔姐把理查德的妻子带回了审讯室 妻子承认是他雇佣乔治进行的监听 理由就是他怀疑两人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 但对于杀人的事情失口否认 因为案发当晚10点钟他正在佩恩的工作室接受治疗 离开的时候就已经11点了 他只想知道佩恩是通过什么手段治愈了丈夫 显然妻子的证词洗刷了他和佩恩的嫌疑 刚出来的佩恩就在门口遇到了摩根 他当着摩根的面主动提出了约会的邀请 在临走前还亲吻了他的脸颊 可这一幕全都被一个神秘人看在眼里 他悄悄跟踪了摩根 随后在一处街道拐角处袭击了他 两小时后准备下班的乔姐接到了亚伯打来的电话 因为他们之前约好了晚上一起和前妻共进晚餐 摩根不会无缘无故爽约的 他断定摩根发生了意外 可刚挂断电话乔姐就在地上发现了摩根的怀表 他当即返回警局调取了这个街区的监控录像 在监控中发现了摩根被劫持的一幕 歹徒胳膊上的纹身却引起了乔姐的注意 第一次去佩恩工作室的时候 他在一个男人的身上见过 从佩恩口中了解到这个人叫德里克 他只有德里克的手机号码 至于他居住在什么地方他并不清楚 不过在一个月前 德里克就经常给他发一些暧昧的短信 甚至希望在治疗过程中做一些越界的事情 所以他最近把德里克的治疗时间更改为一周一次的白天治疗 想到这里佩恩立即意识到这都是自己的错 因为他把多出的治疗时间都给了理查德 德里克一定是因为这件事情怨恨上了他 也想到了白天亲吻摩根的事情 德里克也一定是因为这件事情绑架了摩根 而此时摩根被五花大绑掉了起来 德里克首先让摩根体验了一下被窒息的感觉 并明确告诉摩根佩恩只属于他一个人 任何想要抢走佩恩的人他都要干掉 随后又让摩根体验了一下被电击的感觉 摩根趁此机会用手紧紧抓住了德里克的手 吃痛的德里克当即被电得晕了过去 也在此时巧解根据德里克的手机定位带人赶了过来 案件致辞也终于告破了 我们的身体感受了疲惫 要 warn我们的危险 但它也认为我们是生命的 那我们仍然能感受到 那是为了一些我们找到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